蘿蔔糕 就快過年啦 今天我們做過年家家戶 都要吃的蘿蔔糕 耶~~~~~ 菜單今天是 做蘿蔔糕 做蘿蔔糕 其實一點都不難 只要幾個步驟就輕鬆搞定 大家看看我們用了什麼材料先啦 做蘿蔔糕 做蘿蔔糕很容易 來看我們如何做 米粉和蘿蔔的黃金比例 一比五 大家要記住啦 分別的 蘿蔔糕和蘿蔔糕 這非常重要 大家要記住 首先我們要洗乾淨的蘿蔔 剪皮 刨絲 蘿蔔糕 米粉和蘿蔔糕 蘿蔔糕 蘿蔔糕 然後第一步我們把所有的材料切粒 清鮪 煮喪 煮鮑 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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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漫爺 阿漫爺 首先,把所有材料 要丟掉 加入它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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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材料 把所有材料都炒香 第二步,所有材料都炒至下 所有材料都炒香后,可以先拿起备用 后把所有材料都炒香后,不需要洗 把所有材料都炒香后,直接炒香腊肠和鱼肠油 加两片姜,炒香后,开始煮萝卜 不需要用鱼肠,用鱼肠油炒香 后鱼肠油炒香后,鱼肠油炒香 现在我们放少许盐和胡椒粉调味 然后最重要是放半块冰糖 冰糖可以减低萝卜的苦力味 然后盖上盖,大火煮20分钟 然后,加上鱼肠油炒香后,加上鱼肠油炒香 然后,加上鱼肠油炒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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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到萝卜出水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三步 加入我们的尖米粉 在超级市场,通常一包尖米粉是600g 即是一斤 所以,我们整包倒下去就可以了 结订 у três,加400g 多元的補就 加了 треть hospital 加痕米粉之后 就可以将大概三分之以 的一些 остан鱼肠油炒香 加入Sí 加上了些材料的 我们就用心 Hola 加痕它们可以 kite 混合在一起 如果滑粉的時候覺得太乾 我們就可以慢慢分次加入 我們浸冬菇用的水 用水去控制高的結度很重要 不可以太多水也不可以太沉 基本上弄到這樣的結度就對 大家留心一下 在加上的結度 我們可以用一個乾淨的盒子 放進去 之後 我們可以在一起 放進去 在這個結度 我們可以用一個乾淨的盒子 放進去 放入鑊盒 放入鑊盒 可以把之前炒香的材料鋪上 放入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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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蟲 放入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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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放入鑊 真嘆 放入鑊 放入鑊 蹬 更好吃 這些就是我們中國人過年的味道 選擇蘿蔔要懂選擇 要選擇有頭髮的 這樣才會多水又多汁 最緊要記住 尖米粉和蘿蔔 1比5的黃金比例 煮蘿蔔的時候記得落半塊片糖 減低蘿蔔的苦力味 放料記得放剩三分一 最後要來做裝飾 祝大家步步高升 謝謝 謝謝 如果大家看,不要忘了 Like, Subscribe, Share, and Comment Bye Bye